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忍者试用 本期的主角是判忍大蛇丸 其实我是很不喜欢用这个忍者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朋友想看一看判忍大蛇丸的阵容 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第一场就碰到了一个突破雷影的阵容 不知道他突破到的是奥役吗 如果突破到奥役的话就非常难难 我是等他奥役了之后吹他的增益 其实吹掉的增益破了他的免疫没什么意义 我不能再控他了 控不掉的 风主没死还不错 但是也没有用 也是被他一场打死的命 哎,不错 这样这个后手控了他的奶妹 这个他一号位奥役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他打中了我的大蛇丸 不错 打不打大蛇丸 确实没什么关系 打死他忘死了打 没关系没关系 用力打就没打 这个确实我有点难打呀 他这个叫人吧 招牌动作来了 这个树界降临 看能控制他哪个人了 控好一点星宇这局就能赢 要是控不好就输了 这有点看脸 当然你玩这个阵容肯定就是需要拼脸的 他雷影又傲益 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哎,第一下打中了鸣妈 没没太大关系的 又打了角度一下 又打了鸣妈一下 哎,他没有控到初代就就好 初代可以控他两个 先把他这个奶妹给掏死 啊,这样 哇,好的 然后角度再一次普攻 伤害也很高 哎,还触发20连了 那就更加的强大了 本来我是补刀的 结果这个技能砍到这个回合了 没关系 他那个蜥也是一下子就死的 大蛇丸被打死无所谓 哎,出了一个大树 铲死了蜥 然后就剩下雷影了 角度跳 死 好的 好,接着来 我这个是打的是休闲 但是如果我看到对方的忍者强度不够的话 我是直接退的 已经送了很多场了 当然这种有神难的我肯定是要打的 我输我也要拼着打一打 这个看到能打死他的分身 角度赶快按OE 这样按一下OE他就是能接着你的连击 不然就断了 由于对方的先攻比你高 你要是不问那个OE的话就断了啊 这样打他一套 也不会亏 他前面两个都是霸底 他的这个阵容是很很经典的组合啊 就是神难 我爱罗加地狱的 我爱罗加地狱的封主 有的 呃 再土豪一点呢 就是把我爱罗换成鲨鱼 啊 神难起飞了 打断了我的名妈的技能啊 无所谓 这个是无所谓的 你打名妈反而我心里高兴了 比较高兴了 然后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的叫人了 小猪一跳 给我打多点血 没打到的 看初代能缠到谁啊 最好是缠到神难 缠到神难 缠到神难 看脸啊 这时候就要默念 缠神难 好的 缠中了神难 然后他这个血量应该一掏就死 掏死啊 就算掏不死 他也被初代打死 被初代打死 初代还可以空两 哎呀 没有 只是缠到他 如果是缠其他人 然后打死他就更好 瓦罗一个奥义 可以忽略不计 不疼不养 你有没有结界 一点都不疼 他用了这个奥义 反而不够查格拉复活了 那就很难打了 一缠又缠到地狱道了 这个回合又没有的完了 我刚想叫人 对方退了 好我们继续 看一下对手阵容 有金鸣 还有这个泳装 景影 还有这个黑土 这个绝对不可以给他开盾 开了盾了 就等于白打了 上的那点毒很重要 控风阻 这是什么 没用的 风阻都已经吹了风了 控它 控风阻是没有用的 好控警也好 让他少加一次血 人家肯定是金鸣奥义 看来金鸣奥义谁啊 金鸣奥义 80%打风 没有选目标啊 哇这个 你的金鸣是这样用的 那太郁闷了 即便是金鸣 那我不客气了 我要打了 我要打了 哎呀 金鸣一次闪避 好的 哎 转移幸亏没有到我的大手丸呢 我我大意了 忘了他有镜板 啊 对方已经退了 好 接着打啊 看一下对手阵容 这个角度会堵三代会堵再不展 暗和土主 这个第一回合三代是要奥义的 哎 卡奥义 卡奥义吹他的三代 不管你吐不吐 我今天那什么先把你的增益给去掉了 他土主还有一个奥义 奥义完了可以加查克拉 哎 可惜 你还没加查克拉你的三代被控了 好 不想跟我玩了 这方已经退了 好 我们继续 看一下队友阵容 啊 有这个 风主 大姐头 待人 以及五外罗 这个 先吹护花 看运气了 哎 两个护花都吹掉了 太好了 他这个战位真的是被我磕到死了 鸣巴起手直接把除天就给后手控了 他这个带人控风主没有用啊 他也是卡奥义开外罗的结计 哎 不是啊 不卡 哎 哎呀 是我手残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大家 手残了 我先打他的风主 这个 这个只能拼脸啊 带人的闪避 哎 我角度也顺便掏他 哎 太配合我了 我操不着你 你再刷啊 好的 现在只剩下带人和外罗 好吧 我都不用叫人了 对方退了 接着打 对手阵容啊 会赌三代名人 阿司马 还有这个 火主 这个上来就奥义的啊 就我们一定要吹他这个三代 如果一号位没他先攻快 那也要吹他一下 至少他普攻的时候 打你的时候会轻很多啊 还有一点点反击的机会 当然如果他奥义之前你就吹了他吧 当然就更加没有问题了 哇 他这个三代果然很恨这个大蛇丸呢 打中了大蛇丸 把大蛇丸打掉半血了 这怎么感觉有点像故事里 你那个大蛇丸抱负墓业 回来杀三代的那个情节 我们重现一下 可是当时没有阿司马啊 名人还是小孩 小孩啊 这已经是先人名人了 名人奥义 我都猜到了 直接打断你 然后你你再吃我一套连击 角都 角都 其实我角都是暗的名人 可能我手残 暗的有点不准吧 大蛇丸叫人 你又没有打断了 虽然把他打到目盲 这回这回更像了 人家初代一出来就更加像了 哎呀 和这个初代聊聊天吧 有对话了 没有对话了 这个定身 其实应该定初代 定初代说不定还有一点点的机会 其实是没机会的 因为角都的普攻已经很强了 好 老爷爷倒了 大蛇丸还站着 跳 只剩下阿斯马了 已经无力支撑了 好 角都一掏 结束战斗 好 今天这是收尾之战了 对方是一个根性队 有名妈跟 还有名妈跟代人 这个 一定要吹掉他的根性 我先不比他快 你代人就把N-OE这么早 怎么能弄在空啊 其实我觉得只是不想打太多场 因为 只这个盼忍大蛇丸打休闲 确实心里有点发虚的 觉得不太好 但是那些用金饼什么的 什么突破四代雷以后 打休闲的 是不是比我还过分啊 我起码只用了一个点券忍者 就跟对方一样 对方只是带人 是算强力的 我这边名妈跟派人大蛇 不都是免费的 贸似他那个突破雷影的阵容 也是只是雷影 是点券 可是突破四代雷影 OE啊 那个太强了 那得多少点券 那个比我这个耗的太多了 光四代雷 那个OE 不是一般人能洗得出来的呀 这一定要叫人的 不过叫人效果不好 因为名妈本身 呃 免疫 然后 然后这个 贼主是用了这个宁神 也是免疫 然后带人有一次闪避 也也够别扭了 他这个阵容其实不太怕我 这个初代老爷出来了 绑 绑到带人了 还不错 带人一被绑起来 他就没有 还有一个追打定身 就是名妈的 就少了一个追打定身 绑 还不错 绑了又了 绑了又就相当于少吃三次普攻 跳一下 哎 又空了又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掏死雷主 所以这样比较稳妥 这个吸血吸的够多 打大车丸 他就演这动作 我说大车丸没吊什么血 又空了一下大车丸 空的太早了 我要想叫人的话还是可以叫啊 哎呀 初代老爷被空了 他叫两个分身挡刀 他叫两个分身挡刀 我有点不想叫 因为这几个人都不错 血量这么高呢 所以就不叫人了 就这样打了 打大车丸啊 为什么呀 这么讨厌大车丸的 怕大车丸把那个血轮 血轮眼拿走是吗 我先给雷主一下 然后再掏死啊 诱神道义随便随便打谁啊 打车丸还没打死啊 就是想叫人还是可以叫得出来的 我都不想叫啊 哎呀 大车丸死了 不过没关系啊 大车丸是可以复活的 他这个名妈下个回合必死 会被角度掏死 出代快顶不住了 好 带人 你的OE我就不打断了 随便你啊 看谁不是一眼就打呗 这位你空的角度啊 看对方退了 好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